手機裡一群又一群可愛的金鯊 游來游去 好酷的科技 逼真喔 真的有耶 好大喔 拉近一看 可愛的金鯊 這一下子飛在空中 也有其他魚類跟著鏡頭移動 我是第一次參與這種數位的體驗 我剛剛有先幫一對夫妻照相 我覺得怎麼天空有這麼多海豚跟魚 在游來游去跟我們基隆的這種海景 影響非常的搭配 看到那個 就是透過AR可以看到金鯊 對 還有看到很多魚 對 欸 配合著海岸 那主要的話就是也是希望說 民眾除了來這邊看風景之外 然後可以多增加一些就是 來這邊的體驗 多麼愛我 只有你 懂得我就想被困住的 基隆市政府產發處 在東岸旅客中心點樓空中花園 舉辦甲板派對市集 業者利用AR技術 掃描一下條碼 完成下載註冊 3秒內追殺成功 民眾免下海 在海景第一排 就能夠和金鯊美美的拍照 我們這次的主題叫做與金鯊共遊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金鯊呢 事實上其實金鯊是在海洋裡面 一個很溫馴的動物 那它體積非常的龐大 那基隆就是這樣一個海港城市 所以我們除了金鯊之外 我們把很多的一些就是魚群的元素 也把它融進在內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就是空中海洋 Sky Ocean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讓我們的市民來到這邊可以體驗一下不一樣的基隆市 產發處協助金鯊今年創業 從4月起到6月 每個月第三週 星期五六日 在東岸旅客中心空中花園 舉辦甲板派對 首次運用AR科技 讓民眾互動體驗 三天以來吸引超過2萬人來朝聖 產發處辦這個活動 主要是希望可以讓我們的市集 都有一些自己的主題 包含海洋、咖啡館 然後還有包含像酒吧的部分 那就是希望說可以讓市集常態化之後 讓不管是基隆市的民眾 還有像外縣市的民眾 甚至大家國際郵輪來的民眾 都可以知道說 可能每個月的第三個禮拜 或是第四個禮拜 我們在這邊都有固定的市集在這裡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基隆有一個甲板派對 讓它變成常態化的活動 那其實我們這次也有運用新的科技 AR的科技 然後把這個海洋的元素也加入在裡面 所以只要來這邊 透過AR的話 其實可以讓金鯊 可以出現在你的手機 或是出現在你的照片裡面 讓你可以帶一個美好的回憶 回去做留念 小一堵金鯊在空中澳翔 到六月前都還有機會 現場設置簡單市集 讓大家有吃有玩 飛天金鯊融合了海景美景 不管大朋友還是小朋友 都玩得好開心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都玩得好